市長我們最新的民調有一個大幅的拉近 您覺得關鍵是什麼 我想我們上升了6% 那黃市長跌了6% 那再來就是我們只要再拉過4.1% 我們就可以逆轉勝 那從我們的百廟祈福 在這180多間廟宇跟鄉親的對話 我想老人健保只有台南市沒有補助 那引起很大的迴響 還有營養午餐 台灣有9個縣市免費的營養午餐 那這些年輕的爸爸媽媽 覺得這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也是他們高度的期待 這兩個議題確實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所以我想在民調上呈現出來 這只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我們也只會作為參考 我們會繼續逆遊而上 我想爭取最後逆轉勝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那年輕人因為還沒有面臨投票 年輕人對我們來講 我們接觸到的年輕人 也都很願意支持我們 所以這一點呢 我們還會針對年輕人的政策 年輕人萬物起漲薪水不漲 那房屋買不起 我想他們是很痛苦 所以我們提出了006688的青年住宅政策 我想慢慢年輕人會知道 我們會讓年輕人願意留下來 因為年輕人在台南市 人口少了3萬多 結果45歲以下的年輕人搬出去的有7萬多 這是兩倍的副成長 所以我們覺得說過去的作為 對不起年輕人 但是我會讓年輕人對台南市有一個新的希望 希望年輕人不要離開這個城市 沒有 這個林長很辛苦 我們知道李林長所有政策 包括防疫 包括社會福利 甚至包括登革樂 包括救災 這些宣導幾乎都要透過理政系統 那以前有補助他們一點點交通費 現在沒有 而且五都都還有 只有台南市沒有 我想我不曉得市長是不是 就是說覺得他們一直認為他不做事 那台南市民還是依舊會支持他們 所以把這些錢全部拿去搞工程 那工程品質又不好 而且官商勾結這麼嚴重 我想人民是會反彈的啦 人民還是會生氣的 他會站起來